DM是我见过最惨的主角 接着来看一下真理之下新成员飞的人设情报 另外提醒大家今天下午2点的话会有祭祀中年手办礼盒的预定 按照往年的习惯应该是在某猫以及游戏内玩偶之家 然后是飞的人设 和几前猜想的一样 他并不是忠心服役于那个梅洛迪家主 从肉上走完可以得知 他是以女仆飞的伪装身份潜入梅洛迪庄园的 在之前的宣传P里边也可以看到其在行李后的小动作 在之后被尤利尔成员追逐的画面里 将其击倒之后呢 祭祀是走在玻璃窗户后面观察的 可以看出他与DM并不是那种很亲密的关系 这一点的话也可以从内陆P里面可以看出 祭祀的话是被DM追逐的 此外接大洞是暗 并且还故意将DM引开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之前暗的内陆里面 也可以看到暗的话在暗中帮助飞摆脱DM的坠迹 看来暗与飞之间的话还有着另一层关系啊 这DM的话也是属实够惨的 然后再看回本案 后面的话提到了飞在进入庄园之后呢 收到了一份邀请 至于是否是侦探社 暂时还不太好下定论 但在内陆里边 我们是可以看到后边是跟着侦探社城一起走的 不过我个人觉得飞的目的化只有一个 那就调查附近笔记中神秘故事的真理 这与其手持物中的塔尔飞印记有关 好了 以上就本期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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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